HELLO 大家好,我是湯姐怡 今天来真实还原一下 上一次很多人问到的一个盘法 我总结了三个不同难度的盘法 效果是一样的,就是方法不一样 手餐档包娇包绘 第一款盘法是最简单的一款 首先这个分件线先把另一边的头发 换过来盖住我头顶秃的地方 这款盘法因为它头的上半部分是没有憋发的 所以很容易显得脸大 头发小或者脸大的妹子就需要一个这样子的假发片 假发片夹进去 这样子来假装自己头包脸 打一侧的头发跟两股 分件线在耳朵这个地方 先在这里绑一个麻花 记得首先是把最前面的这一股往中间靠 然后再到后面那一股 明创优品的这个小的橡皮筋 编发实在是太管用了 往两圈就完色了 那边往后拉着编发 然后再拿一个橡皮筋往后面绑 接下来这两戳也是同样绑麻花辫 这次也是最外侧的先第一 这样子就能跟上面那股很好的衔接起来 好像军嫂 然后也是把两边绑起来 再拿夹子夹起来 最后就到了最重要的抽丝环节 能扎得不好的地方你就尝试抽丝 它们过度自然一些 然后就是这两边的头发色 搬下来一点 这一种盘发是不太需要编发技巧的 第二款发量少的人强烈推荐 先上面粘一个头发 大概是到额头1分之1的位置 中间留个洞把头发穿进去 然后中间这一坨头发 刚好跟耳朵起平 刚才同样操作 最后再连着全部头发一起绑一个麻花 同样也是最外侧的头发开始 先往里凹 然后再开始抽丝 这种盘发的好处就是 在你没有假发片的情况下 也能显得发量很多 不过缺点就是这两边 过度的不自然 需要自己去慢慢一根一根的 抽一点头发出来 同样两个黄起来互加 再把下面头发拉一点 露出来多一点 最后一款难度最大 也是最好看的一款盘发 首先同样是上面拿一小缩头发 分成三股 最外面的这一股头发 先往中间靠 然后第二股 第三股 第三股往中间靠 软引 别往中间靠 第三股也是盘进里面以后再拿一股头发 往中间靠 往中间靠 前面那一股形成同一股 前面那一股形成同一股 一直循环到最下面 另外一边也是同样的操作 另外一边也是同样的操作 这种边方很靠运气 唯一盘的好的技巧就是快一点 一切合成 不要在椰素头发上面停留太久的时间 然后这次的盘发技巧就到这里了 总有一款示范里 最后就是很多人问这一件衣服的链接 其实这不是一个上衣是连衣裙 是上衣连Amusic的款 要是我找到链接 或号的话我就在上面扑出来